有点生病 假如在思绪上面 或一些礼录上面 不通的 大众法师见谅 要明白这个圣教 这众生 末世众生上面 要能够开显如实圣教 虽然讲到开显 那你当然讲大觉心体 你根本不必在上面 再说什么叫做谜 叫做开显 可是明明是觉 众生就岂如是万古 多在觉中现一切觉时 就迷失了觉性的 根本本来面目 所以在这个上面 再方便再说 什么叫开显 你将来真正 正得如是本来面目时 你真正就是 正得如是大觉性体时 那叫做消金矿 一直为一朝成经 就是一旦为经 他永不为矿 你真的念念之间 看到如是知觉体时 永不做 永不做为矿 永不为矿 不是说你不是 你不能够知道一些烦情 你才知道原来大觉心体 随时都在一切什么 众生 情象中 都在一些情象中 所以过去是旺 虚旺的旺字 你不认 将来只要你认识 还用旺字中接引 从旺 破旺 旺字就是什么 还是开显 开显在哪上说 在破旺上说开显 破旺上说开显 虽然开显的是根本 无旺的本来的亲民 但现在为破旺说开显 开显还是什么 以患修患 以旺再致旺 为什么知道是以患修患 在这个上面 就不是在文字上解释 那是行者 就自然知道 就以患修患 你开显的就是决体 所以他连这个当下说 我开显决体 这一个作用都无 他不是真抓的一个作用 一个冥想说 我在开显 是每一个起情动念之间 他都知道 不躲在任何冥想上面 叫开显 所以连开显的作用都无 所以这里讲作用都无时 不就不是过去 我们在文字上的解释 作用都无 所以讲老是觉得文字 很多不通的地方 脚绕 到底不知道该怎么样 下手 作用都无 那是跟行者说的 跟学人说的 懂吗 那个是你明明白白 决体时 你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念念之道回家 念念惭愧当下 你还躲在任何种种 起情动念里吗 没有 那你没有办法 关照每个起情动念吗 再关照 再关照 在哪里关照 在一切起情动念中 那如何关照 就念念关照 本来是觉 根本不度任何 妄想作用力 那叫作用都无 所以我说 有很多的文字 是跟行者说 跟学人说的 是不发如是菩提心 不发如是近视心 你根本听不懂的 那是根本就是 教外别传 知道吗 真的不能传 他根本不是这样的 发心来 他永远都是曲解 那你现在大家都能体会 那一曲解 在文字上面 一曲解 随文逐意 那已经差了八万四千里了 根本就是越来越迷失心性的 所以你要念你之间 在大诀体上 要体会那个圣教 所以在这个讲到圣教时 或许用到 至行悲愿 种种菩萨的公恨名字 种种诸来法众的 种种德相 这种应用 但是就是让你清楚 那个觉醒中的 本来的面目 就是让你清楚 所以你能够在这个上面 本来面目上面体会时 你就不是 跺在末梢之中的 种种过去众生的 深厚的夜感 现在 这是突然讲到 就是 再回头说 不是末梢的 种种众生 深厚的夜感 这句话再也没有 过去的那种负累 不是众生 就是深厚的夜感 你忘记 只要你在这边 忘记是觉 你就知道这个感受 就是深厚 你就要承认 不是有个名字 有个作用 是说 我是深厚的夜感 谁抓的深厚的夜感 我不知道怎么回头 不再 不再是这样子 压迫行人的 实际上 你要完全确认 你只要忘记是觉 那感受不就是 深厚的夜感吗 因为决心 谁感受 现前时 就是什么 就是 亲爱 就是愿 就是 清厚 那不都深厚吗 所以这个时候 你知道那个 众生的深厚的夜感 你这里面 是一个行者 清清楚楚 知道这句话时 他就立定知道 清清楚楚 跳出深厚时 他再也不会抓着 深厚 以为深厚那种沉闷的 那种好像一棒子打下去 不知道怎么样 清醒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得以清醒的感觉 你是念你之间 你能担当那个深厚 你只要知道 知道背离是觉 那就是深厚 所以当你明明白 这句话解释时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行者 已经懂得 已然知道 回头发心楚 所以一些文字 不是在众生的 众生过去的 思维的模式之中解释的 那叫做经文 甚至于古德讲的 打得念头死 不是让你每个念头 都把他打死 那又不是脑残 打得念头死 不是脑残 这里面有两个 完全是不同的 迥然不同的面目 你要念念时间 把自己念头打死时 每一个念头 现前打死时 你这个面目 所献出来的感受 让人家感受 就是那种痴呆 沉重向 绝对是痴呆 因为你不敢 起任何念头 就是抓在那里 那种憋在那里 心里面憋在那里 就是沉重向 但是要是 真正在决心上 打得念头死 因为在念头上 你都知道是觉 你还住在念头上 说念头吗 那叫打得念头死 这个时候 就譬如说 你在个痛觉 小痛小痒 你都知道是觉时 小痛小痒 你都会发现 你清清楚楚 知道那个小痛小痒 但你却完全 不会被小痛小痒 所阻扰 你反而跳出 小痛小痒 那种感受 假如你要是 被小痛小痒 束缚时 痛就这样 整个情绪 都被它绷住 痒 你就情绪 就被它 甚至面目表情 整个整体神经 就被它带走 可你能够 担当它时呢 你根本是超越 它的亲民的 所以你真的能 打得念头死的人 是亲民像 那种自在像 不是脑残 绝对不是脑残像 那不懂的人 一天到晚憋 不要有认求 不准有念头 只是开玩笑 不准有念头 不就是这一个 不准有念头吗 还是念头 那永远都是什么 永远都忘记 把那个爪子 剪干净了 它不是梵智 梵智都还有那个 长爪还在抓 不是梵智 当然就不叫 长爪梵智 那个叫做 瘦爪 那个指甲 指甲就没剪干净 就在抓 一直在抓 捉取 所以你有任何 的念头中 当下你只要 跺在众生的解释里面 都在那边抓 都在那边 抓 又叫找 就在那边抓 捉取 所以你就能够体会 那明白圣教的 不可思应 那你一年之间 明白圣教时 你心中也要明白了 现在是不是 还在凡晴中 那你在凡晴之中 都能感觉到 有归家的 登上归徒的感觉了 你根本能一念不转 全属流浪 一念转时 都叫归徒 一念转时 就已经是在担当什么 大副长子 大副长者的家产 你也不是在寻着 那个面目 搓露 只是不断 只是寻除 愤会 做如是 种种粗贱而已 那是直下 在数什么 筑记卷书 都是你的根本 本来面目 筑记卷书 应该没有背出 要是有字不懂的 看法华经 不要问我 要问我 那个就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 你只要一念回头 你就知道 那个法华经中 讲的那个是故事吗 再也不是故事 你才知道 那念念之间 就告诉你 导规 义佛神 所以导规是在跟谁导规 跟一切大声文 行者 菩萨导规 为他授记 为一些行者 为一些声文 为一些菩萨授记 就是什么 明白 重选法王 圆满决心 就在你的根本决心上面 你看到 根本德性的授记 那还不要说一个凡夫的授记 凡夫你要在授记时 不是凡夫能授记作佛 凡夫不能授记作佛 凡夫在一念归家 在那个一念归家的那个信德上 授记作佛 但这一念信德上 当然不离凡 但你不能坐在凡中解释 如是信德 净体 净性在现前处 当然不离凡 那都是净色 成像 但你不是抓着净色 解释这个如是净性的 你明白是根本就是已经是 完全就在信上讲的 虽然担当一些信色 担当一些凡 可是念念 你会看到什么 它是超越 一些过去终身流转的 种种暗仗处文 它念念在破析决心大明处文 所以这个上面叫做授记 就是授记 所以哪个身文授 怎么不是授记作佛 因为为什么在后面跟授记作佛 因为没有一个功课 离开大决陷过 所以你只要真的如是修行 真的是在心上修行 就没有一个阿罗汉 真阿罗汉 没有不信此法的 就不信什么此法 不信他是 本来一体的决心的 所以才会好要 所以才会好要授记 那好要授记是什么 法华经中讲的是 身文菩萨授记 那在原觉经中 反过来说 你就要担当种种 作用信德的差别 你根本上 能担当信德的差别 你回头时 你震到任何的真性 真性现前 你都不会躲在真性 就不是顿性声文 你都能够反普归正 那当下 你就不必诸佛 真正现前授记 你就自知授记 那无实自然志 自知授记 你念念之间 都不跟诀体 根本不背离 所以这叫做 终身文词圣教 随顺开悟 从理显真 叫做随 从理中显真 为随 通试通达事情 事情的是 书凡 书就书通的书 书凡为顺 通试书凡为顺 从理显真 叫随顺 所以这才叫做大随顺 你理中念念之道 都是根本的真性 理就是什么 文录像 脉络像 从一些脉络像中 从一些文理上面 你都能够知道 能够答信 答真 真是什么 真 过去讲到真 你可能我们就别于假 真 就是什么 就是荣于一切假出 你个荣假出 假是什么 就是缘起当下 缘起都是假缘而起的 但能假的 不就是你的真性吗 所以你不必认为别假 才找到真 你要知道能假 那才是真 别于假说真 在假中分别说真 这个真 不见识是真的是真 搞不好你还是以为 用过去的种种造作的思想 以为它是真 按了一个真的名目而已 但你在一切假中 你在真中都不剁在这个假上 你不会抓到一个假中的名字的真 忘了它是真 任何你起那个真的念 你都不会剁 因为你起的每一个念都叫假 你在每一个念中都不剁 那就是还你真实 那念念都不剁叫纯 金纯才叫还真 素还真是吧 布袋西又出来了 这你们都不知道的 你就知道我有多复杂 是不是有这个素还真 没有讲错 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讲 素那是纯一 你才能真还真 你看到那个纯一 现前处 那才是真正的还真处 所以那个叫做随顺 那通是书凡 你要明白那个是 通哪一些是书凡 你敢担当一些凡 书也是书通许 但担当一些凡 不是这讲这句话 不是让大家还多在这句话的 语气的迷惑中 担当一些凡 就真有凡了 担当一些凡 是没有凡 你以为显真了 没有凡 那都是语气 语气都有疑惑 都有迷惑的 那没有凡 何妨利凡吗 凡就是根本能够通识 书凡处 打理处 显现处 那用到众生文字 你讲什么东西 中间都感觉到 每一句话中 都有点迷惑存在 所以你就敢 你能够担当通识书凡 那叫做顺 那种顺中 那就是能够骗印 印中 它不是真正有对待相的 那印中 虽然显现是对待相 其实都是大决体 因为决体必定是灵敏故 必定是决体 必定灵活故 所以作用现前时 你以为好像种种差别 在种种差别之中 你好像有种种对应 在事实上 你只要你举凡 你的一切感受 一切作用 一切得恨 都是决 都是一决的变化而已 不但你能够明白 都是决 你还能够回头担当 他能变 那才叫智慧 你回头能够担当 他能变时 你才是真正处在 烦情 才不多 那才叫做日禅垂首 那才是阿弥陀佛 那个慈悲的垂首 接应 接应相 你心中敢有那种智慧 念念之间垂首吗 接应 那就是要随顺 懂得随顺处 明白看到你 绝体的随顺处 所以不单只是在文字上面 你要这样解释 将来你在任何起情动力 就要这样随顺 随顺不是像过去烦情一样 你还跟着他的夜感流浪 那不叫随顺 因为你跟着他的烈夜感流浪 那个叫什么 那叫阻塞 那不叫随顺 顺一定有开通像 随一定有无碍像 那开通一定是什么 你站在一个感觉里面 你能够骗执一切感觉 你站在一个境界当下 你能够通明一切境界 你可以解释一切境界 那是开通 你要是跺在任何众生 过去的那种 以为叫做随顺 你只知抓的这种感觉 你再也不知道其他的感觉 还在这种感觉里面 坚固难舍 起身供高无名 我就是这样 我个性就如此 我这样就叫做正亮 那都叫大流转 那你们都叫做流浪 全叫流浪 所以那个随顺之中 连自己所起的自己的名字 自己所起的名字 就是声音中起的任何的名像 你都能够清清楚楚 他所设的一切 差别项中 都能够意识清楚 所以你不会跺在哪一个 自己心中 随人所起的任何声音 名字中 你随他就跺 自心所起的声音 都不跺 自心都不取 自心 你才能够明白自心 你本来是自心中 就不取 你以为有取 那自取 你觉得有取 都还是忘觉而已 真有取 那我们都变木头了 事实上根本不取 所以我们才 虽然是凡夫 虽然受尽流转 但你还是觉得 生命是鲜活的 感受是多采多姿的 这是我常讲 你为什么 虽然跺在凡夫 我们跺在凡夫业力里面 你还是感觉到 感受多采多姿 因为你的决心 从来非一法骨 它也非种种法骨 它能够限种种法骨 所以你才能够 多采多姿 因为它能限种种法骨 所以你就 它你就能肯定 它就非一法 非一法一向 那非一法一向骨 所以它就是 限种种法处 这个理论是 要不断这样子 不断在这边 聚焦的 不断自己身体克思维 所以我跺在凡情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真正 暧昧这种决心 从来非种种法的欺民 那我怎么会 站在这边 说望去 以为有跺 以为有流转 觉得这个以为 都还是感觉而已 觉得以为的绝 都不是它 你这样子会 放下无量节 种种妄知 你就开始放下 不是马上放下 当然有大根器的人 能够马上顿悟 当下放下 你就开始一步一步 该脱离那种妄知 所以那个叫做 见次开悟 开悟就是开发小鸟 绝印群情 这是我的解释了 开发小鸟 那物叫做绝大绝 能够印 印就是那个印章的印 印光打湿的印 绝印群情 任何感受 能够印种种 众生像绝印群情 那叫开悟 所以我们常常说 开悟开悟 什么时候开悟 先不要讲到 那个很深的那个名相 我们根本还不能够 心里面还不能解释 最少你要 现在要行者的开悟 就是开发小鸟 开发什么小鸟 开发你的绝体 作用小鸟 但是这个作用在哪里 就是大绝 能够印彻一切 群情处 就是你叫来开悟处 因为你站在感受之中 你还是感受嘛 你早就跳出感受的执着 早就跳出感受之中的束缚 那就是开悟处 那你不但能够跳出 你还明白一切感受 那才叫大开悟 再有一切感受 都不能够与你为爱 与你作战 那才是大开悟 不但不能够与你为爱 与你作战 你还能够随一种种缘起 能深入一切种种众生性 众生根 一切众生法 给你一个缘 给你一个感受 你就能够随这个感受之中 能够深入一切 在这个感受之中 所衍生的一切 更累感受 甚至于差别感受 你都能清楚 那当然叫开悟 那心中根本心中的 那种 获达 所以 见次能入 见次能入 刚刚讲的 既然是要做随准开悟 那么见次能入 当然在凡夫行政上面 你当然看到这个见次 但这个见次不是告诉你 见次时就是什么 就是让行者 新生退区 见次好像有很漫长的路途要走 懂得见次的人 只有一种人 什么人 行者 学人 所以见次对他来讲 见者叫什么 见者 中国这张见 就是近 前近的近 近也 你能在前近之中 你才知道什么叫见 次者 地也 次地的地 你只有一心 心之中 念念在这个上面发愿起行的人 你才能看到你的剑 但是看到那个剑刺时 看到那个种种心中的 随种种感受之中的 不断的 这种变化 登进 当下 他绝对不会觉得路途很遥远 因为他在心性之中的种种魔力 当下 那个能变中 他才知道念念不住 你觉得现在有变有不变都念念不住 才是真正心中念念增进的地方 剑刺的地方 既然你已经看得到剑刺 你就不是跺在剑刺的人 你既然不是跺在剑刺的人 这剑刺就是你心中不断的变化 你是明白变化的人 你实际上是明白变化的人 你怎么还会抓着变化说多遥远 你明白变化的人 你只会慢慢体会 你还有多少分的心中的愚惑 还留在变化的造作上 所以叫剑刺 想要连这一点愚惑 你都能消失 当下的变化 当下的剑刺就叫做顿抄 但哪个顿抄不是你明白剑刺时的 你不明白剑刺 你怎么叫顿抄呢 所以不要想到像天方夜谭 风神榜一样 顿抄就一下蹦跳过去了 那是心中大明处 一个圣人 他一念之间成圣 一个恶人 他一念之间成善 就是他已经弃恶向善 他虽然念头之中 好像一念之间 他放下过去的恶向善 可在他这一念之中 你还可以把这个心思 把它批拨 拉长批拨 那个中间的影像剑断 刺地还是清清楚楚的 他一步一步消歇 怎么样恶性消 善性起 清清楚楚 只是他过去的福德 跟决定心故 他这种过程 在一刹罗中显现而已 一个人成善也是如此 所以顿抄也是明白剑刺 顿抄门明白剑刺 你看了个电影 一个人 电影一个远行人 这要出门时 这要出门远行 因为你懒得看他路上的过程 你把他拨快点 就到了后面了 他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这感觉是顿抄 你仔细看看 那中间的片段都还在 这批语很烂 我知道 但是告诉你 那个心中都是清清楚楚 剑刺你明白的 所以剑刺能入 也是告诉鼓励一个行者 在一些剑刺之中 你能够心中能够登进 那也是另外一句话 解释了剑刺能入 就是你在一切感觉剑刺里面 你都能够入身实意 那就是顿朝向 所以你不要担心是剑刺 是顿人 顿跟人是剑跟人 你明白剑刺就是顿跟人 你到现在在剑刺都搞不清楚 你就是剑行人 你搞清楚剑刺 你男生就是顿跟人 你能明白剑刺啊 就是顿跟人 那心中那一念念之间 那种心中的一下子 全收 一下子担当 那剑刺清清楚楚 那绝对没有那一念的超越 心性之中 那不是什么超越不超越的事情 没有那个一念超越 就算那一念超越 那过程中还是什么 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 所以那剑刺能入 所以你不但能入剑刺 你还能够剑刺能入 你要明白一切剑刺 所以正在那个开发决性上面 在一切懂得如何随顺 一切如来决性 法王圆满决性 在上面说剑刺 所以你能够明白这个剑刺时呢 你是重选法王圆满决性 那是顿 但是顿呢 你当然是看到 所有的一切次第 立目清清楚楚 这也是在破行者 过去的无量节的妄指 什么剑刺 什么顿 我到底要做个顿根人 多个剑根根人 根本就做那异心的人 在顿中 你根本不舍离剑中的诚恳 赤诚 这种在剑中的赤诚恳切 就是将来的顿根 就是将来的顿根 所以不起狂想 什么是剑 什么是顿 有的人专门选择顿根 顿悟法门 因为这样选择 表示你心中潜在意识 你那个爪子还是没干净 还想抓到些什么东西 所以那个来讲 你不但不能够真正顿悟 你甚至于还施于剑刺 你看不但施于剑刺 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发心 你在施现在的发心 都不清楚 你当然逆你之间 就被自己身后 潜在意识之中 那种狂想 那种忘取执着 被他遮蔽 完全就心里面 就不能老老实实 所以做事予以五体投地 所以在这个上面 做事予以五体投地 刚刚剑刺上 对我上面还写了一些字句 所以你要在哪里说 多剑刺就要讲到清静慧了 所以为以静慧 地地决明 明白一切 地地 就每一个剑刺中 地地决明 为以静慧 就是为 就是一个言那个为 为以静慧 定地决明 所以就让那个清静慧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那才能叫做清静慧 然后才能够开如是法眼 那真的才能够开如是法眼 所以谁在这边五体投地 就是如是的清静慧 你在地地都能够清楚是 绝明处 你才能够真正心中 才能入如是清静 你才能够明白了法眼的作用 那心中才是真正如是的担当 那才是真正清静慧从足而起 就在你心中的作用之中 从足而起 念念看到就是 你要静慧的种种的射受 所以叫五体投地 如是三寝 终而复始 所以念念如是之诚恳切 而是世尊 告清静慧菩萨言 所以正而之时 就是这种心思其处 那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诸佛应答处 叫而是世尊 所以刚刚也讲到地藏王菩萨 诸佛在道立先宣说地藏菩萨功德处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从足而起始 这里面你要看到经文之中 讲到了信德的变化差别 你在决心中看到 那个根本大觉体中 在末梢的回头 就是认清大觉大悲同体处 当你能够在决心中 讲大悲同体处时 就是看到一切末梢回头处 所以讲到观音 看的是地藏 讲到地藏 看的就是大悲同体 你发现经文 就不是在讲故事 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先 讲什么地藏王菩萨功德 于是观世音菩萨从足而起 这再也不是故事 你会看到 在每个文具上面都是什么 心里面行者的图腾 每一个路径都是如此 就是如此 所以你在大悲之中 你不会忘记根本的大悲 同体像 所以大悲也是在最后说 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大悲像中 你要明白这个大悲像中 你才能够看到 真正能够破地狱 惊喜正开地狱门 所以才叫做 事故观音辱当之 谱告横杀诸国土 你要站在大悲体上当之 你才能够在一切随缘 所限的一切领域处 你马上都能回头 谱告横杀诸国土 你才能明白 才能够真正 告一切国土 众生回头出 一切预酿出 所以每个文字 你会发现 它就是启方 它真正就是启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看到 清净会启出 五体投体时 就是世尊 应答出 就是世尊 告清净会菩萨严 在心中如是 如是告知 善哉善哉善男子 如得乃能为诸菩萨 及末世众生 请问如来 见次差别 善哉善哉 那现在清净会 至得其处 就是什么 就是如是得恨 明明白白处 那叫善哉 那就是得正显之处 那善哉 所以称善之时 什么叫称善 称善 就是为你举阳当下 叫称善 佛经中在为你 称善之时 就是为你举阳当下 你在讲 这举阳什么 就是称善 在举阳当下 你要知道 那个信用 方可称善哉 那不是一对 一句 只是彼此 互相打招呼的名号 那个声音而已 善哉善哉 善男子 就在这种 打掌服作用上面 打掘的作用上面 如得乃能为诸菩萨 及末世众生 你能够在这一项 更决心之中 能入一切的 一切大掘 能显现一切大掘 根本的菩萨性 根本的菩萨性德上面 跟现前的 所有一些 末世众生 一切感受的 最明显处 一切决心 所应援的 最末少处 请问如来 见词差别 这都是根本 大觉心体 如来 本来面目 所以如来见词 什么叫如来见词 如来这就是 如是法 如是现 如如而来 如如而来 你听说那法师兄讲 这个当然知道 那经典都这样讲 你敢如吗 任何东西 你要是堕在感受中 那就忘记那个如 你要清清楚楚 知道那个如 如就是随缘 能显现出就是如 什么缘 就如如是缘 你就如是现 就如如 你根本不是什么 如末如是如 所以讲到如字 我上前也讲过 从一个旅 从一个口 连如都用旅字 它就是因缘 向下流润处 你能如吗 你要是忘记如 你就流转了 如是担当 如是 那心里面 真正那种 亲民的应对 那个应缘 所以在这个担当 必定能够随缘而现出 那是如字 你要明白那个如 所以他在前世 能如一些法 后来就是什么 他必定能够 法一切如处 前后如字 你都要清清楚楚 能如 能顺应一些 原如是法 后面就马上 就是法一切如处 那法一切如 也可以在后面讲 在根本大学体上 因为他能够 法一切如 所以前面就能够 如一切法 这叫如如 这回头不断地解释 所以你要在一切感受之中 最后的末梢处 缘起当下 过去讲就是众生相 就是一切 起进动力处 哪个不是如来 哪个不是本来决心 应缘处 哪个不是决心正在如实 大觉如实 从那个女字之中 那个随种感受之中的 润身润下中 那感觉那种宣出处 清清楚楚的宣出处 宣出就是那个口 宣 口长宣 宣出处 那是真正的如字 所以叫做 请问如来 见次差别 就在这个上面 本来菩萨是性体 众生是现在 已经入凡的种种应用 但你都不要忘记 如来的见次 所以如如而来 你要清楚那个如 也就是告诉你法尔 感觉到法尔如实 法尔如实 我不是要讲 它法尔就是如此 叫法尔 我要看到法性法尔 法性中就是如 于是故它就能呈现如 这是法尔 法性中的法尔 这句话不是只是法尔如实 只是告诉你 就是如此而已 你要看到真正的法尔 法性中它就能说如是如 如果不能如 它不叫法性 那要是真正在离开如中 还有法的话 那这个法性就是怪力 根本就是大觉心体 本来能如的 而且能够提一切如 也能够如一切法的根本的 法尔作用 法性如实 如是在这个上面 不断而断 不留而留 什么叫不断而断 你不必在上面更说种种断 断者大明也 也不像这叫做截断 大明也 真正大明才是真截断 不是我们凡夫所说的那个截断 是清清楚楚 因为你能够明白 在一切感受之中 你能明白那就是决体 那叫截断有留 你要不明白决体 决体你就在有留中 所以那个截字还有什么 还有才觉想 心中的根本的决明 决定性 决明 这个决就是决定性的决 决明楚 决定明白楚 所以那也叫截断 那个心中的截断 就不是我们在物像 过去所体会中 真有个东西 可以切开 不切开 所以叫不断而断 不留而留 在不留之中 所以它能够流润一切 所以叫做如如 这个不留而留的目的 就告诉你 剑刺吧 如来剑刺 不留而留 如来哪有剑刺 这根本不留之中 能限一切流 所以说哪有剑刺 是让你不要多加剑刺所剑刺 那你不明白如来 你一定能够限出 如来剑刺 那也是什么 也是你不敢担当 如来心中的事 也是你根本在 根本如来自信当下 你不敢面对处 因为你不敢 现前种种剑刺 表示你还不敢担当 一切的呈现 你不敢担当 就表示你心中 根本在如来二字中 心里面还有很多障碍 你能担当 眼前不都如来 那眼前是什么 剑刺有什么 何妨 清清楚楚 所以他在 决心随缘处 他就能够写出 种种信用的 种种差别 那不就剑刺吗 决心作用处 就从决中 能够起存种种随缘 从中信用 信用然后就随成 现在 现前的事用 事情的事 就会现出 种种烦情的作用 这些不都是 剑刺吗 那这么多剑刺 哪个不是如来剑刺 那事实上 讲这么多的名字 你都能够清楚 这名字时 我们是在解释什么 解释就是一个 如来本性 他从如来本性中 献出体 献出象 献出用 你敢讲出 体相用时 你不是死在 体相用的人 你是 圆融体相用的人 而不失一切 如来剑刺的人 要不敢讲体相用 或者你跺在 任何体相用中的话 那你就是什么 永远在这个上面 你根本不能够 刚刚讲那个王 为什么叫法王 从一以贯之 贯那个三 你就根本没有贯穿嘛 没有贯穿意 那贯穿要在哪里贯 贯穿在一切 差别像剑刺中贯 你说这个法师 你在哪里讲这句话的 我们不常讲 实相无相 为妙法门 实相 实怎么写 那还是一个宝盖 那叫棉 身负 贯穿一切法 在一切感受的身负中 贯穿一切 为什么能贯穿 能贯穿的 就不剁在一些感受中 你不剁在感受中 但你还要什么 还担当 随缘一切感受 你要真正的 担当随缘 缘起的感受 就好像那个宝盖头 盖住那一样 能够照现它 不是缘把你遮住 是你的决心 能够随缘 能够遮起一切缘 因为它就能够遮显一切缘 这个遮就是 全体就做缘 要遮 然后显出缘 中的作用 然后一贯之 就是实相 这个实相有什么相 根本无相 也不剁在现在的原相 也不剁在那个真中 因为真就是能贯穿相 所以真也不利 缘起一定要靠真来贯穿 所以假也不利 那叫实相 所以光一个实相 你就要看到那个实字怎么写 你要敢灌 你不但敢灌 你还敢随缘 身负 清清楚楚 负就是负着 你敢担当 负着当 你敢这样担当 你才能知道无相 你才知道实相 不然我们常常讲 实相无相 你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实相怎么无相 实相无相 这一句话 不是只是一句口号 那就是行门 那在行者上 怎么样实相无相 在一切相中 你能担当贯穿吗 一切感受中 清清楚楚吗 贯穿都是绝吗 所以这个实中 就清清楚楚 那个作用 实 依法中都不虚 清清楚楚 每个作用 心中 都不是那种虚狂 都不是那种根本的无名 清清楚楚 那叫实相 当你是在那个实中 请问你住在哪里 你住在原相吗 不住 你住在有真的可住吗 真体可住 不住 就在那个不住中 是实相 知道吗 听清楚吗 那要是听得清楚 你要知道 真正实相无相中 那个是真正行者下手处 实相 你天天都可以看到 一切相就是实相 但你是在做什么 做实相相 实相是什么相 不是你要把实相 做成无相 你要把实相做无相 你用意念中 做它无相 那叫造作 根本不需要你造作 那是实相 本来不着 也不是让你起一个不着的心 不要躲在着中 那叫不着 你要照见 根本不着 那怎么照见 就在一切法中 你能贯穿处吗 你能够随着一切缘起 能够深入处吗 当你能深入时 你渐渐 你会发现 你能深入时 你不是捉着缘 所深入的 虽然没有离缘 过去在缘中 你根本看不到 你心中的深入相 所以你都只是 缘起中的虚幻 虚幻的造作 假象 当你在一切缘起中 开始担当时 你再看到缘时 事实上 你再明白 能够担当那个心 那个心会慢慢 真名 大名 虽然你没有离开缘 可是你却不是住在缘 你住在哪里 你住在那个 念念那个 大名的 真名的心中 那这一念心是什么 你看得到眼前的缘吗 知道 你还是追 过去要追着它吗 不是 它不住在那个相中 能明的不是那个相 那你有个真心可住吗 是真的有一个 能明的心可住 没有 没有那个随缘的所明 哪有能明 请问你住哪里 无相 那无相之中 能达一切相 你通一切相 那是实相 所以实字有个罐子 所以这里面就要告诉 你要体会什么 如来的 见词差别 次第如实 你念的要知道 如来 见词 你要明白那个见词 你敢担当那个见词 所以讲起来 可能每一句文字里面 都很难讲 好像很绕舌 因为毕竟是凡夫开口 而且又目前感冒 很绕舌 讲了刚刚鼻子有堵塞 是上气不接下气 用力讲出来 怕憋气 那目的就是 在绕舌之中 也让这行者 慢慢去体会 怎么样 他其实每一句话 都是当前下手艺 都让你当下 就能够 能够心中 能够如理 就能够 心中能深入的 所以在如来见词之中 你能够担当 你现在的起心动念 每个起心动念 你就能够担当如来见词 虽然讲的是 如来见词的名字 但事实上 过去跟你们讲 在一个成员之中去参 在能所中参 不都是如来见词吗 只是先没说到 如来的两个字而已 将来你必定会明白 什么叫如来 你在成中之参 你在一句佛号 担当这个六根东赦 中去体会 你没有看到 成像的感受吗 清楚 你还是他吗 不是 那你是真的有一个 能觉得清静可助吗 没有 我多是他 起初都是他 但念念清清楚 那个决心中 清清楚楚 叫实相无相 那也叫如来见词 那也叫什么 实相无相 叫正法眼葬 眼葬 你天天在参 你每天都在参 你不知道我们过去 不参食 我们多家烦情 你也是无相 你也是实相无相 你没有依法能够有识 没有一个感受 能够插罗中 能够被你留住 所以没有依法有识 他却在一串 你是行者叫贯穿 不是行者 那个叫一贯 都是那个夜感夜习 那个贯 那个贯就变成一串 所以贯字 因为那一吊钱 那也叫贯 一贯 那一吊 那串在一起的 那叫串习 所以你明白 那个贯字 连贯都不入 那是真正的实相 那个清楚 可是你躲在众生讲贯 所以讲到众生语言中 讲那个贯 你讲那个贯一贯一贯 那都是变成一串 执着 所以一贯到 那他到底是一贯吗 串在一块了 所以就无极老母 你不看到一大堆 这些贯字乱神 就现钱了 虽然要表达 那个心性之中的 本来无极 你不要躲在任何极中 你躲在那个感受的 最末少处就是那个极 你要知道在一些感受 不要躲在那个极中 才能知道无极 那你要看到 谁在酝酿这些无极 那你才能够看到老母 这是开玩笑 那你要是都是 都不在这个上面猜 你还真在外面 抓一个无极老母 那怎么叫做无极呢 那怎么是老母呢 你在外面抓 那应该你在生老母 不是老母在谢你 你任何感受 你都知道 原来那个母体 非种种子觉 你不要抓着 子觉之中的 最末上的感受 那个感受就要做极 你是捉持 种种感受的 最极端处 那叫极 你要讲无极老母 你要真正讲 无极老母 你体会那个一贯 应该就入到 佛门中来 你就不会觉得 佛门 居然还会说 佛门没有一贯道厉害 佛门就在讲 这个决心啊 没有说 哪个决心 比哪个地方 哪一个决心 差一点 也没有哪个决心 比哪个决心 多一点 但你不会用时 你随你讲出一个名字 无极老母 我就知道 你就在怪力上 全在怪力上 还要老母干嘛 就讲决心 就讲佛就好 干嘛要老母呢 还要讲无极呢 那你说为什么 不能讲无极 你要真正知道决心时 我跟你讲有极可不可以 当然讲决心 要真的你明白决心 我跟你讲有极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都是在决心体会的嘛 决心体会有处 那一定是不堕有中 你才知道有嘛 所以讲有时 就是无时嘛 讲你不是在决心解释的 讲有就是堕在有中处嘛 所以讲到祖先现前时 今天早上讲有 有朝 是 那个有 又不是我们堕在后面那个有 那是能够入一切有中的成就 能够穿流 能够流润处 那是你根本原祖的智德 他能献一切有时 就是什么 就是你不堕在一切有的亲民嘛 所以那方能说有 所以你只敢担当无 你不敢担当有吗 这奇怪 怎么今天讲到一贯道去 这目的上告诉你 如来见次差别 你能够担当那个惯吗 一惯吗 所以那个一惯之中 那是心中不在立任何杂想的 不是在立潜在意识里面 还那边不断的在那边 不断的在那边捉持的 那是真正心性中的豁达 因为那个豁达之中 你才能够清清楚楚知道 什么叫如来见次差别 先知道如来见次 你才知道什么差别 所以差别就是早上讲 因差成差 因差成差 这都可以反复 声音之中可以反复去体会 深入的 但是目的要你因差成差 或者因差成差 都要你知道大用现前 所以大用不是我们现在 还剁在最末少的感受 过去众生的之间 以为是现在能看到一切 我们所体会那个用 那个叫做大用 那个大用 那个大字 大字是你不可以拿任何用 用和计量 你所众生计量 在任何用上的计量之中 说那个大的 但是那个大字现前 就是一切众生 以为有用的计量 那叫大用现前 所以这个大用不落文字 这个大用不落文字 过去讲到大用不落文字时 你或许还弥漫 大用不落文字 这怎么只是在文字上 好像在声音上搅 那真正将来你明白时 不是真正将来 就现在明白时 你所谓的不落文字 是一个行者 他在这个大用上面 不是躲在后面的 种种计量感受的文字向上 他虽然没有离开 感受最后哨的 种种感受的文字向状上 但是他体会是根本 超越一切 你所能够计量的 文字向状的 根本大用 所以他在这个大用之中 不明白一切向状清楚 可他会说 他是哪一个文字向量吗 没有 叫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处 才是真正能担当一切 文字处 这是行者的体会 所以不是讲一个不立文字 就是讲一个消文 就是只讲不立文字而已 那你在哪里体会 那个不立文字 那是真正你念念之间 就要这样子掺的 下手的不立文字 你现在的感受都是文字 但你能够体会到 能性如实感受 它从来不是这个文字向量 形状 所拘爱的 那你虽然处在 种种文字中 你都知道 那个大用都是不立文字 所以你这个才有下手处 因为你都处在 种种文字中 但你能够体会 那个用处不立文字 你都处在 一切感觉的文字向中 你能够体会 那个决体的不立文字 所以你不能离开文字 体会不立文字 所以将来 你在体会不立文字时 它能担当一切文字 所以它能担当一切文字处 我才能说你不立文字 不然你说我不立文字 依法不立 所以我也不念佛 也不干什么 你不就立了依法吗 因为你立了依法 法法就跟你成为什么 都成对待 就各别山头 起成对待 不立是骗理 它能骗理处 它能够处处都能够什么 都能够 都能够起成书胜 起成善用 起成善灾 那你才知道它是真不立处 不立相处 所以中国的宗门 我好像讲过好多次 念佛的是他 持咒的是他 拜颤的是他 你要说 怎么禅宗不是 一法不立吗 怎么那么多的修行 你立了一法了 是你立 祖师从来没立 谁立 就让你去 不断的把你心中的妄想 这个磨得清清楚楚 大磨 明白 那叫能入 见次差别 如来的见次差别 大众 休息下课 老中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补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接共臣佛道 接共臣佛道